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八百年前 一艘南宋商船离奇沉没于近海 南海一号沉船的原因有可能是碰到礁石了 这艘船出水之后 上面有洞有裂痕了 南海一号的水域沟潮 它就非常成熟了 一两个地方渗水的话 它并不会沉船沉掉 南海一号被以为世界三大著名沉船第一 一把零七件金器 超过十七万件磁器 与一百三十多吨铁器塞满船舱 这是一艘不折不扣的海底宝船 目前为止中国所发现的年代较早 体验巨大 保存最为完整的时候有人沉船 这个海域文件度非常差 几乎是零 我们不能照相 不能绘图 采集的东西是没有标准的 查找了所有的史料 都还没有发现有南海一号的一些记载 水会是这艘宝船的主人 有没有可能这上面记载的这艘船 就是南海一号的 南海一号有没有可能是 我觉得很有可能 在我的认知里 海洋是值得敬畏的 吞噬一切 也包容一切 南海一号一艘八百年前 神秘沉没的远洋货船 什么原因使它成为世界三大古尘船之一 在这艘宝船的货舱里 究竟藏着什么样的宝物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中国第一座水下考古专题博物馆 曾经沉寂于海底八百多年的宋代海船 南海一号 如今就保存于此处 这就是我们南海一号古船的船体 我们这艘船在整个水下考古 这个维度上来讲 应该是全世界比较有名的一艘船 好大一艘船 这艘船被译为世界三大著名船船第一 除了中国咱们这个国外还有两艘船 南海一号是目前为止 中国所发现的年代较早 体炼巨大 保存最为完整的一艘船 那管长我想问是在当时 它也是属于世界级的大船 应该算是 像孟良路里面有自在 海船机船大小不一 大的可以达到五千料 可载五六百人 小的两千到一千料 可载二三百人 咱们这艘船应该是 不会少于三十百吨 所以我们船上出来的铁器 就已经有一百三十多吨 还没算别的文物 我那瓷器有多少吨呢 瓷器没有称重 现在还没称重 但是瓷器的舰数已经有了 有超过十七万件的瓷器 除了瓷器之外 我们还有别的 像动机物残骸 机物隔壳 金银器 铜铁器等等 总位大概会有六十多种 数量已经超过十八万件 这应该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 一个海上石头基础文化载体 没有机翼 它是最大 三四百吨排水量的货船 居然装载各类货物超过十八万件 南海一号能被称为宝船 船上的这些货物一定是非比寻常 我们这有条金线量 这部分萌叫它流书 中间这个有点像 爱心 对了 小爱心 古代不叫爱心 古代应该是一个瘦陶 那两边有两个小石榴的形状 那石榴是多子的 瘦陶多福 多子多福 对 这套金线量很特别 流书部分在古代的这种金线 佩戴上面一般往往都挂在脖子后面的 前面这两条金线量呢 挂在前面的 一长一短 会像有个小爱心一样 哦 它交线的两边 还有两个犀牛角形状的 这两个犀牛角还留下了两个 香宝石的位置 而我们在下面没有发现宝石 我们推断 这应该是一条半成品 半成品 金球龙弯黄 黄金灿灿 是的 这里面有两个囚龙的龙头 看起来特别特别威风 非常完美 可能很多人都会问 为什么会有个龙头的东西在上面 难道这跟皇帝有关吗 其实在古代 那些皇帝对人的服饰 对一些建筑 对龙这方面要求就比较高的 这不允许随随随便便来用 龙纹 黄室 那我们这艘船上出来的这些文物 是要从中国准备 越往国外去做销售的 我就说有一种艺域的风格 是的 那这个金球龙弯黄 它是不是人家来样加工定制的呢 还是本身我们中国就制造这种龙的风格呢 本本这些都有带我们下一步再做生育的研究 这个金切中间有个金饼 这个金饼呢 看起来就像咱们中国的风格了 金饼呢 在我们古代造金的匠人工艺是非常高超的 而且是能够把一些金饼做成各种各样的形状 为满足我们一些老百姓的一场需要 你看这个地方预留了有宝石 该要先嵌的位置 哦 半成品 有可能是半成品 对的 所以我们推测 这些戒指很有可能就是到了国外之后 再来像宝石 又是半成品了 老师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刚刚说这种像是半成品啊 发现的有多少枚呢 我们马尔药出来的精气啊是相当多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统计已经超过107件 重量大概有两到三公斤那么多 当时发现的时候是比较集中在两个容器里面 一个是装粮 装粮里面呢就装有一系列的戒指啊 首饰在里面 另外还有一个是铜箔 铜箔上面装有部分集中在一起 超过18万件货物 集中存放的一百多件精气 这样一艘满载昂贵货物的沉船 它的主人又会是谁呢 所以你知道有句话叫 盛世古玩乱世黄金 黄金永远都是硬通货 是的 但是可能你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其实南海一号的船上 发生了不少铜箴 这些铜箴最早的一枚 在西汉跟东汉交汇的时候 那最后一枚铜箴 我们发现它是南宋纯熙年间的铜箴 纯熙年间 它大概在年代是在1174到1189 我可以确定的是 纯熙元宝对应的是宋孝宗时期 南海一号有没有可能是宋孝宗的船 你可能忽略了一个重点 在南海一号上面发现的货品 都是一些普通的瓷器 是民间的瓷器 所以不可能是皇帝会携带民用的瓷器 我估计可能这些货品是属于一个商人的 你记不记得曾馆长曾经跟我们提起过一件事情 按照我们一些史料之载 古代的士博士官员 把我会在泉州那个地方 宽送我们的船员出海 宽送完之后 会直接上到旁边有个九日山这个地方 来进行游玩 然后把相关的活动情况 刻在九日山的山上的石头 这样就是一个棋风仪式 我觉得九日山的棋风时尚 很有可能会有这艘商船的信息 九日山 那我得去找一找 看来明天又是一场大战了 看来我得多背一点 增强免疫力的东西带上 泉州 泉州一千年前被称为四铜城 宋元时期的泉州 曾经是世界第一大商贸海港 这里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李老师您好 您好 很荣幸地拜访到您 就是我刚刚走过来的时候 就看到我们这个官地庙 造型特别的独特 我感觉特别的大胆 和北方我看到有一些庙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泉州的寺庙大概都是这种风格 都是有燕之围 我这边还看到了一个很古府的建筑 这个是西南的王子故居 明代所有西南的王子到中国来了 他到泉州以后就留下来 居住在这个地方了 这个建筑应该也有一定的年代了吧 宋元时期 因为很多外国人在这边做生意 他们信奉伊斯兰教 所以他们把他宗教也带到这个地方来 泉州除了有清净寺以外 还有印度教寺庙 还有摩尼教寺庙 还有景教寺院 再加上本土的道教寺院 所以全州到处都可以看到寺庙 所以说不仅是宗教多 而且每个宗教都和国际上 是有很密切的接触的 对对对 而且这个地方海外交道发达 跟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 文化还是很发达的 老师您一般春天或者夏天会来九日山吗 老师您一般春天或者夏天会来九日山吗 那我们现在要去看启风 启风时刻 启风是什么意思 启风就是祈求台湾贸易能够顺畅 那么启风完了以后了 就把这件事情也是系录在时刻上的 好 好 上面到了 您先会儿 到了 好 上去 好 用敏南语是什么 爱抬 爱抬家抬家抬家 对 到了 终于上来了 好多食客 对 老师 纯熙十年 是不是就是咱们要找的那个启风时刻了 对 就是启风 启风时刻就是反映当时全州的地方官员 都来参加启风典礼 那这些名字 像司马吉 然后还有赵子涛 韩俊 他们都是谁 进手的时候地方官叫司马吉 这个南外中州市的官员是赵子涛 还有司博士官员叫林绍 统金是全州驻金的最高领人 叫韩俊 这些人都来参加启风典礼 玩了以后了 电缆盛盖 山上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他们就玩完了 就在怀骨塘那个地方 然后坐船 回到城里去 这个背的内容就是这样 启风有两次 冬天过去西北后 船出去 要来启风 夏潭瓜东南风 船要回来 也要启风 是祈祷 船回来的时候 能够南风很顺利把它们吹回来 从这些时刻可以反映出来 在全州的寿原时期 是世界最大的海外贸易港 非常兴盛 所以世界上许多外国人 都到这个地方来进行海外贸易 所以光明之城 就对它有很多描述 说这个地方有多少外国人来这 能听到很多不同的语言 这块启风时刻 是1991年的联合沟教科文组织 海上四搜之路考察 他们来这参观 参观完以后 留下这一方 象征和平 象征有意的时刻 7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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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带来了各国人民和平的信息 这也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丝绸之路》 对话之路联合研究项目的最终目的 《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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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年后 等东天的西北季风 好准备 《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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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它跟《南海一号》 没有直接关系 没有直接关系 但从大背景下 还是有关系的 因为这个南海一号船 发现的其中的磁器都是我们全州的这个地方烧制的 所以这个船很多学者都说是从全州港出发的 他们出发以前可能要来参加这个启动典礼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有关系的 但是有直接关系现在还没有证据 你到期风时刻发现什么线索吗 就是当时类似于南海一号这样重大的游船 他们都是从全州出发的 商船是吧 那如果是商船的话 有异域的商品就不奇怪了 那我们应该回过头去在他们船上的商品里面找线索 有大量的磁器 磁器 到目前为止的统计 光陶磁器这块已经超过十七万件 这些纹饰每一件都不同 是带有明显的意义风格的 有可能是老外来了一个模样 让我们来按样子来加工 有没有可能有一部分是销往东南亚的 这个都有可能 在中国的陶磁出现在东南亚一带之前 当地的倒霉 基本上是用竹叶或者树叶来作为成桩石木的载体 所以这种产品在国外当时是非常流行 非常畅销的 磁器 那些磁器风格多种多样 在船上除了磁器之外 还有一些铁器 南亚要出来的铁器 总共有一百三十多吨 总共包括有几个类型的 一个是铁锅 铁钉 铁刀劈 铁刀劈的是一种半成品 将来可能是用为加工成刀具 或者别的器物的一种原材料 当时关于铁器都是一些半成品 还有一些筋饰 还有一些筋饰 还有一个在当时很少会用到的一个异域风格的植壶 直壶指的是有把柄能够把它把持住的 叫直壶 你再看这个壶 这个壶上面还有个杯盖 可以翻过来做一个器物来使用 很明显看到一种异格的风情在这边 我们推测应该是外国人来样加工 我们做成了陶瓷类的类型 然后送出去 准备做样品来确定更多的订单 那从这个直壶能想到什么呢 这个直壶属于德化白瓷 在这批直壶的出产地德化 也许您顺着瓷器这条线索找到南海一号的主人 德化 宋代外卖白瓷的主要生产地 唯一为瓷都 慢慢上来 好 让我们上面这边的力 我们先往下压下去 往下按 就是把整个树都全部踩上来都没有关系 然后这两边的力往中间收 然后这个捧起来 捧起来了 上来 我整个人都在用力感觉 对 就是你整个力的话 从手臂下来 就是不能直接用手腕 这样算是完成了吗 对 这个它就是一个刚做出来一个批体的这种形状 宋代时期的德化窑 背靠泉州港 所产白瓷价格新民 做工精美 曾经大量出口国外 南海一号的白瓷制品 很多便产自此处 成功单位 我们现在来的这里是伟年窑 它的上部是一个龙窑 中部是分式龙窑 下面的这个是横式街巨窑 龙窑就是依山而建 有一个窑头 然后两侧的窑墙取拱建 它的窑底是穴坡形的 中间没有隔墙 从窑头 窑枪 然后到窑尾三部分 它的高度大约也就是一米多 也不是很高 然后这个分式龙窑 就是为了提高产品的质量 和产品的数量 它就在龙窑的基础上 中间割了一个窑墙 就像我们看到的窑墙一样 底下也是火道 那火就从底下过去 火焰在这个窑墙里面 它会停留的时间比较长 里面磁器的鱿呢 它会经过充分的氧化 鱿就会走的流动的非常顺畅 那这样的产品质量就大大提升了 所以说德化窑的这个烧纸的历史呢 是属于做人们对科技技术的探索 一步一步 从古到现在 对 我们从下往上看 就一往千年 从上面一直到下面来就是 宋人明清是吗 对 太美了 一眼千年这个池太美了 嗯 这些呢是当年烧制磁器的时候 它一些窑具 像枝纤啊 霞布啊 垫纤啊 这些烧坏了之后 堆积起来的 哇 还有一些窑炉里面烧的时候 磁器烧裂了 窑工呢 他们直接就扔到 这个山坡上 像是长年累业 几百年的堆积 整个大的一个山坡 都是这种东西 哇 好多 一层一层的 对 一个是产量大 遭遭的时间 经历了宋人明清四个朝代 上千年积累的磁器产品 这其中 会有南海一号上的同款磁器吗 那我们能找一找的 视频里面找一找吗 我想看看 有没有咱们南海一号那个时候的 诶 上面还有字 上面还有字 这就是南海一号烧造磁器的磁器 叫灌 哦 这个很好看 那到了南宋 由于贸易商品的需求 产量很大 订单很多 所以说他们就要有一个生产线的一个磁器 提高生产效率 哦 你这个呢 这有杯子 那这个就是青白池 炉式的青白池 像一个小炉 这炉吗 对 这个呢 你看这个就是南海一号里面的葫芦瓶 哦 葫芦瓶 旁边还有这个几何状的像莲花 莲瓣一样 就是当时他们出海的那些地方 好像专门为他们定制做的 是吧 对 像这个 这一个 哦 那个是军池 这种军池是伊斯兰教 作为净瓶又可以作为喝水的水壶 植瓶吗 它这不是植壶 因为植壶它上面要有带坝 哦 那老师 在南海一号上面充满那些西域风格的植壶 是不是也是在这里制造的 对 这个地方呢 是南海一号 出土的这些瓷器的生产基地 不合格商品权在这里 啊 合格的商品都在南海一号那个水下 我们被打捞去了 对 哦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啊 当时德华要是一个特别重要的 做瓷器的这个供货的一个地点 嗯 那是否我们能 找得到 比如说南海一号 他们那时候采购这批货物的人的资料呢 这个问题呢 比较难 我们可以往上走一走 哦好 放回这儿 哇 现在走在地上还可以看见一些瓷器的碎片 对 这是一个瓷土加工的做法 这一个是一个瓷土加工的做法 那这个瓷土加工机呢 我们看到上面那个地方呢 有一條水棋 那這個水棋底下 一格一格一格 就是有很多的水堆 水堆的槌子 要打到石柱上面的一個坑 這個磁土經過一天的敲打之後 磁土成滾木狀 然後把這個磁土放在淘洗池裡面 就把泥漿留下來 那這個是第一道 第二道的時候 它的塞子又更細 更細的塞子再淘洗一片過去了 那泥漿又更細了 然後淘到最後一個磁子的時候 泥漿才會有連性 好不容易 一個七八十米長的這種窯爐 一次要兩萬多件 兩萬多件光靠一家來生產這個磁坯 是不夠的 所以說要有很多家才核漸一座窯 所以說 陶瓷的生產模式就是 個體生產集體來燒 個體生產集體燒質 這樣的生產模式的確有利於大規模生產 但是這麼大的生產規模之下 南海一號上的白磁 豈不成了滄海一宿 那老師在這裡我們可以找到 當時訂購植壺的人的姓名嗎 我們走到現在 你也看到了在歷史上 各個時期有很多的窯廠 瓷土淘洗的作坊 在這個瓷器上面可能會有 姓吳 姓林 姓陳這些記號 但是這些它所記錄的是搖工的信息 但是 要找到當時訂製的人 這是非常難的 就像大海撈針一樣 因為每年在宋元的港口裡面 對外銷售的都有幾十萬件的瓷器 這麼大的一個量 它有很多的商人來訂製 或者是來樣加工 像這種的作坊椅子 在整個德化縣裡成百上千处 關於南海一號主人的線索 就這樣淹沒在德化古堯之中 這座千年古堯龐大的生產規模 實在超出了我們的想像 您剛剛說這邊一年能產幾十萬件 物美價廉深受大家的喜歡 然後訂購者也非常的多 對 是不是那個時候就已經 讓全世界知道了 中國製造 在這個明代的時候 德化池呢 就通過東印度公司 到了歐洲 在歐洲產生了一個風洞 上層社會都用了這個德化白池 所以促進了歐洲 用德化的白池去生產 日常使用的器具 所以說中國製造 想遍世界呢 德化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就像一位日本學者說的 古代東西方的文明交流 是寫在陶瓷上的 當時的茶葉喝了 絲綢爛了 抹去塵埃 西日的中國陶瓷 依然一億生非 德化古堯移植 千年之前的世界工廠 八百多年前的一天 南海一號 裝載著千飄細旋後的 十幾萬件磁器 從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 泉州港 開啟了自己的旅程 那是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 大航海時代 勤勉的先民們 用勇敢和智慧 向大海發起挑戰 讓中國與世界連通 咱們這艘船不會少於三十百噸 有超過十七萬件的機器 經歷了宋元明清四個朝代 上千年啊 而千年後的今天 南海一號 讓我們再次見證了 那個偉大的時代 南海一號的主人 在歷史的劇本中退場了 卻用一艘滿載珍寶的沉船 留給後世無盡的想像 那麼 這艘肩負使命的遠洋商船 在洋帆起航之後 到底經歷了什麼 又為何沉默在近海呢 一艘滿載貨物的南宋海船 一艘滿載貨物的南宋海船 在洋江近海沉默 800年後的今天 這艘寶船的沉默原因 依舊頗熟迷離 沉船的因素很多 比如說颱風啊 觸礁啊 撞船啊 裝載的不合理啊 這些都有可能 目前為止我們看到礁石了嗎 現在可以通過機器上的一個聲納 這個圖像可以看到 這些東西就是隔倉板 像隔倉板中間的話 就是叫做水壁隔倉 那有沒有可能是船底的縫隙剩水了 沒有辦法及時地修補導致沉船的冷 這個海域文件度非常差 幾乎是零 我們撈起來的時候 是看不到船的 那這艘船在出水之後 上面有洞有裂痕嗎 巨大的遠洋寶船 為何出港不久 就沉默在近海 真相即將揭曉 你的熱愛正在熱播 trash 真相當